在24号美国德州爆发校园惨案 18岁枪手拉莫斯持枪进入了一所小学教室 疯狂开枪 造成了21人死亡 如今学校里头的监视录影带曝光了 枪手闯入教室扫射之后两三分钟 就有援警赶到现场 不过在凶弦开枪的时候 援警是吓到转身逃跑 不敢再接近 后来虽然有征援的警力赶到 却迟迟没有任何的攻坚或包围行动 最后才由一个突击单位破门而入 击毙了枪手 美国的司法部现在决定要介入调查 警方是否失职 监视器画面清楚看到 5月24号上午11点33分 身穿防弹背心的18岁枪手拉莫斯 走进教学楼 没多久教室就传出枪响 短短两三分钟内 拉莫斯先后开了好多枪 11点36分 多名警察赶到 其中两人冒险接近教室 相隔约一分钟 枪声再度响起 两名原警以跑百米的速度 转身落跑撤退 枪击案发当下 州长还大力肯定原警英勇表现 但校园监视器还原了整个过程 接下来增援警力赶到 大批人马却迟迟没有任何攻坚行动 等到警方采取行动时 大部分学生早已被枪手击毙 成了冰冷的遗体 警方任由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还有原警耗枕以霞的使用干洗手液 消毒双手 监视器画面原本是要先给 罹难者家属观看 但有媒体抢先一步 公诸于事 失去亲人的家属 无法接受这个残酷事实 要求警方给个交代 刘永伟编译 请不吝点赞订阅